回想当年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无论是在看武侠的电影电视剧 还是看手中的武侠的金庸小说 其实那个时候是让我们最早地 去了解了武侠的世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行侠仗义的梦 我报一个小故事了 我基本上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我觉得每一个人小时候 特别是男生都有武侠梦 都有功夫梦 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很迷武侠世界 我一直想练功夫 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这是真的 我接下来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因为我回家放学回家 我会经过一大片稻田 然后基本上都没有人了 然后有一天我小学四年级 我放学回家 碰到有一个叔叔就站在我面前 他挡住我回家的路 他就说 小朋友 你想学功夫吗 我说天哪 怎么会有这个人 他应该再加一句 我看你筋骨筋奇 因为我那时候每天都在想 我想学功夫 结果那个叔叔就站在我面前 我说叔叔我想 他说你明天放学的时候在这边等我 你迟到一分钟我就不教你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每天放学 我就在那边跟他学功夫 学了三个月 然后那个叔叔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可是他没有跟我讲他是谁 三个月之后他消失了 然后我因为有了功夫以后 我们班上不是老师要分配座位 旁边有个很凶的女生 没有人敢坐嘛 我学了功夫以后 我才敢坐在他旁边 真的 那个叔叔估计是这个女生的爸爸 没有人愿意跟他孩子做同桌 现在我就开始培养你 他苦心想到了一个计谋 然后让他的女儿从此有了同桌 所以黄老师再回想一下 那个师父和那个女生 长得有没有连相的地方 黄老师这一下就五十年啊 黄琼 你解开我一生的谜 解开了多年的心头之谜 太妙了 对不对